414專案 這個代號 深深印在警方的心中 因為21年前的4月14日 是藝人白彬彬 獨生女 遭到綁架撕票的日期 這份痛與恨 對白彬彬來說 不管是過了多久 都難以抹面 而其實整件事情當中 最無辜的 還有兇手沈靜心的兩個兒子 為了不讓他們 活在殺人犯父親的陰影下 事發6年之後 由美國夫妻收養 離開了台灣 而如今27歲的大兒子 已經在工作 即將進入下一個人生階段 而唸大學的小兒子呢 目前還是一個美式足球健將 就是野獸的本心 野獸的本心 我在這裡呼籲我老公 而且你救救我 也救救這兩個小孩子 也救救白小燕好不好 我救救你 這是白安兇手 陳靜心生前的家庭屋以待 當年警方公布這一支影片時 還可以聽到張素貞 在一旁唱著兩隻老虎 畫面上可以看得出小兒子剛出生 大兒子已經可以跑來跑去 沒想到在這支溫馨影片 拍攝時間的兩年後 他卻對白冰冰的獨生女 凌虐殺害 不僅害了自己 也讓當時才2歲和4歲的兒子 遭受嚴重歧視 以前還關在監獄裡面的時候 兩個小孩子去過資源讀書 人家把他推到水鍋裡去 不要跟壞人還是在一起 因為父母親都有交 所以孩子不要跟人家兩個孩子 先到美國去了 陳靜心生前犯下的罪孽 卻對兩個無辜的孩子造成影響 就在陳靜心遭死刑槍局的4年後 黃明正安排一對美國籍法蘭克夫婦 收養兩個兒子 他們來帶這兩個小朋友去美國的時候 我們要一起吃飯 我就把陳靜心兩本書給他看 他們看不懂 我說以後就叫這個 給他兒子 養子 黄明正透露背後秘心 原本兩兄弟要分別送養給兩個家庭 但因為另一個家庭 才知道陳靜心案件後不敢收 而這對法蘭克夫婦卻毫不在意 兩兄弟才能繼續生活在一起 這兩個孩子在美國那邊 人家把他當作自己寶貝一個人 那個美國的家庭 自己本身有五個孩子 生了五個孩子 又收養其他國家的十幾個孩子 現在都有22個孩子 就在白岸滿21年的此時 兩個兒子已經在美國生活15年了 大兒子從10歲的孩子 變成25歲的大男人 目前是美國一家電信公司的業務員 娶了高中畢業舞會上 認識的外籍妻子 8歲的小兒子 也成了23歲的大學生 不僅成績優異 還是學校美式足球隊建教 而張素貞和母親 只有在兒子們送養的6年後 飛到美國見了一面 這個美國人把我這個孫子孩子 沒有照顧得這麼好 而且兩個孩子怎麼 都像美國人一樣 講或者講英文 台灣話已經不太靈光了 我就看到阿嬤 媽媽來了 他們都很高興啊 我做的就是呵護阿嬤 給阿嬤夾菜 給媽媽夾菜 他們看很感動 他幾次的 我看不到人 他原來跑去這兒哭了 至於張素貞的下落呢 曾被媒體踢爆 淪落到脫衣陪酒賺錢 大家進去不管這一桌裡面 一次進來10個小姐師 就是大家全脫光光光 所以基本上小姐小姐之間 包括老闆娘小姐之間 大家都有一個默契 不要問我愛命 黃明正牧師說 這幾年和張素貞斷了聯繫 也不曉得他的近況 回想兩個兒子送養的那一刻 張素貞一刻做母親的心酸與不捨 讓黃明正很感嘆 陳金星一人犯下的罪行 卻讓妻兒也成了被害人